当地时间周四六月二十四日凌晨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以北 移动十二层的海滨住宅楼部分坍塌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至少十人受伤 数百名消防和救援人员在数吨瓦砾中搜寻 DNBC迈阿密报道 我与迈阿密以北约十五英里 也就是二十四公里的佛罗里达州 Surfside的这座公寓楼 有130多个公寓 大约有80个公寓有人居住 几十名居民从这栋 鉴于1981年的大楼中疏散出来 到附近一家酒店中 对用训练有素的狗 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目前还不清楚坍塌发生的凌晨两点时 有多少人在里面 当时大楼的一整面都被扯开 掉到下面的地面上 迈阿密戴德县消防救援部门 在周四早些时候的推特消息中写道 有80多个消防和救援单位 对坍塌事件做出了反应 最后的主题就是 在说三次之后 是新闻地儿越南 naszej 最后的主题是什么